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国泰世华好市多卡 即将要变成Cube卡了 到底要不要换啊 大家一定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做了一个完整的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问题 我的国泰世华Costco卡 还能够使用吗 答案来了 可以哦 这张卡片呢 它的合约走到2023年的8月7号 所以在此之前 都能够安心的在好市多刷卡 那你累积的多利金呢 也不用担心 一样是可以持续累积1% 之后呢 它会转成刷卡金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做一般的消费 可以折底 这个不用担心 那第二个问题 可不可以不要焕发Cube卡 答案是可以的 你看 你可以使用两个步骤呢 然后来进行就是取消 第一个 就是你在12月5号以前 打电话 02-2383-1000 按5 然后输入身份证之后 就可以完成不犯发的设定 或者是你用 国泰世华的线上客服 这个智能阿发 一样也是可以取消换发的 不过呢 我还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卡片呢 虽然说 它是从Costco卡 会换发一张给你 不过呢 它还是有给你一些好康啦 比如说 你只要完成任务 它会送你最高 就是300点的小数点 我觉得 这次国泰世华蛮佛心的 270万卡友 人人有300 所以换算出来 它会发出8.1亿元 如果你这不拿的话 这真的蛮可惜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换卡 它会送你什么呢 就是刚刚讲的 300点的小数点 那怎么取得呢 很简单 就是它从12月起呢 它会针对Costco联名卡的旧卡友 陆续换发一张Cube卡给你 不论你是不是已经有一张Cube卡了 它一定会再给你一张 那你拿到这个卡片之后呢 在30日内做一般消费 或者是集精选的指定商户做消费 认三笔不限金额 并且登入CubeAPP 就是持有CubeAPP 那么就可以拿到300点小数点信用卡了 那这个认刷三笔不限金额 可以怎么解任务呢 很简单 你可以去佳乐福买三个东西 这样就完成任务了 或者是出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用这张卡片刷 可以 那最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Cube卡 绑定在 比如说Open钱包里面 在小七做消费 认三笔符合资格 或者是把Cube卡绑定在FemiPay里面 在全家做消费 认三笔也符合资格 所以它其实没有非常的困难 那如果你选择 不要去更换卡片 然后国泰士华不发卡片给你的话呢 如果持有这张旧的卡片 你也可以拿这张 本来就有的卡片来解任务 在2022年的 2月1号到3月2号这段时间呢 完成上面的 一样可以拿到300点的小数点 那这个300点小数点 可以拿来干嘛 你可以折抵300元的刷卡金 或者是可以拿来换300元的礼券 那甚至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兑换礼程 那很多人就会问 小数点信用卡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国泰士华推出来的 信用卡红利点数计划 它可以折抵账上消费 兑换礼券或者是礼程 所以我这边罗列了四招 可以消化小数点的方式 第一个 它这边有写到 就是你可以折抵账单 当你用上面的这些卡片 Cube卡 世界卡 然后远东SOGO卡 太平洋SOGO联名卡 或者是ETAC联名卡来消费 交易成功后呢 你可以拿小数点信用卡来折抵 那每10点可以折抵10元 最高可以折抵30% 我这边简单举例给你看 打开CubeAPP之后呢 它下面有一个刷卡消费明细点进去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看到 你自己所做的消费了 点进去之后呢 它下面就会有一个 是不是要做点数折抵 那你选择折抵 这边呢 你就可以用10元20元30元的比例来做折抵 这样子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账上只有27点 所以最高可以折抵20点 输入以10为单位输入之后呢 按确定立即折抵 就可以完成折抵的动作了 第二招 可以干嘛 用国态优惠APP 它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礼券可以兑换 你登入APP之后呢 你选择下面这边 有一个花点 这个选项 点进去之后呢 它上面就有非常多不同的选项 比如说 它可以选 小七100元 加乐福100元 或者是全家100元 这一次换卡送你的300点 你就可以换小七300元 或者是Foodpanda300元 都还蛮好用的 那你要换咖啡也可以 选择完品项之后呢 你账上有多少点数 你就按下去 就可以兑换了 兑换完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如果这个你也不喜欢不常用 我还有一招教你 就是你可以在Momo购物网里面来做消费 折顶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这个消费的比例 好像Momo购物网的话就是最高可以折顶上限为该比消费的50% 那你也可以在PC Home 或者是这个伯克来 都可以有这个折顶的比例 那怎么设定呢 以Momo为例的话就是 你把你的小数点 这个部分呢 有做绑定 有做绑定之后呢 到时候 他就可以在这边看到你有的小数点的点数 你就可以直接做折顶 第四招 兑换里程 那小数点兑换里程 他有两种不同的卡等 一个是有世界卡的话呢 你的兑换比例比较好 那如果没有世界卡 只有Cube卡的话呢 你拿到的兑换比例会差一点点 比如说 长龙航空就是以300点小数点可以兑换1000里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360点兑换1000里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今年年底之前呢 大家都是可以使用世界卡的兑换比例去兑换的 但是从2023年开始呢 他就恢复成原始的比例 就是我们表格上面看到的这个比例来做兑换 所以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 航空公司的里程呢 换机票 目前是相对比较划算的 那你要怎么去看这个表格呢 因为Cube卡他的刷卡消费呢 有3% 4% 5% 6% 7%各种不同的%数都有 我这边已经帮你算完了 如果你用的是 比如说最高12%的比例 来做刷卡累积的小数点 现在来兑换长龙航空里程 相当于2.5元一里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认为 CP值非常高的 而且甚至比要缴交年费的里程卡 撸到的里程呢更便宜 这边呢我就有简单做一个分析 如果你是在游戏平台 或是数位串流11%的通路 来刷卡累积的小数点 相当于就是2.73元 累积一里的长龙航空 或者是3.82元一里 来累积中华航空 或者是2.18元一里 来累积国泰航空 那还有一个就是 全家超商刷卡最高的12%回馈 其实换算起来都是 2元一里到2.5元一里 甚至3.5元一里 小数点会使用的人呢 其实你可以用很便宜的成本 来去兑换机票 这个是我个人很推荐的 那我们现在还是要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Costco卡换成的Cube卡 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用 活动期间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 明年的权益呢 就是明年 再来关注一下 刷卡回馈的部分就是 四大权益 让你天天切换 每天只能切换一次 最高呢就是3.5%的小数点回馈5上限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 iCash Pay最高20% 每个人每月最高可以拿到400点 那下一个就是 iCash自动加值最高有10%回馈 每个人每个月上限最高有200点 所以这个也不错 可以拿来做缴费的部分 好 网银的APP领券有加码 像游戏平台11% 数位串流11% PC Home 5% SoGo 4% 双10% 双11% 双12%的这个Double Day最高有20%回馈 像在PC Home Shoppy购物 Easy Table HRU跟Klook 在这些通路买东西呢 都算是相对便宜的 个人觉得这一次很有竞争力的就是 集精选通路 集精选通路的话呢 它增加了非常多大家可能会去用到的通路 比如说7-11 全家便利商店跟全联 麦当劳星巴克 你只要刷这张卡片 并且把权益优惠选择在集精选 其实都有最高3.5%的回馈 以前只能够在Costco买东西 现在在Costco以外的地方 你拿到的回馈其实也更高 那这张卡片呢 新户里最高是1500点小数点 但是有Costco卡的朋友 现在可能都已经是旧户了 所以你还是可以捞到一点点好处 国泰斯瓦换给你的这张卡片 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使用 刚刚讲到的基本权益 有四大通路 我这边再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玩数位有哪些 大家最常用的 比如说Disney Plus Netflix 网购平台 蝦皮 某某 然后PC Home 一样都是有3% 你有完成所谓的现实任务 再做加码 可以拿到3.5% 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网去看一下 怎么解这个任务 乐想购 它有非常多的百货公司 几乎全台湾国内的百货公司都算进去里面了 远东搜狗 太平洋百货 西方三月 通通都有 好 那还有什么呢 外送平台 Uber Eats Foodpanda Foodomo Inline FoundNow Easy Table 都有 那还有餐饮的部分 如果你有在外面用餐 尤其是全球 只要勤款的单位是以餐饮业来算的话 都算3%回馈 那完成任务3.5% 药妆还有国内服饰品牌 都在乐想购的这个范围里面 去旅行的部分呢 像是叫Uber 叫Yoxi 台湾大车队 一样也是有3%到3.5% 那全球航空公司 饭店 订房 用去旅行 其实也可以省蛮多的 这个也是不错的 那包括国内旅行社 跟国内的游乐区 买票券 然后买行程 用这张卡片 一样有3%回馈无上限 解完任务3.5%回馈无上限 几经选的部分是 它把这个权益呢 总和起来加进去 能够让更多人觉得 这张卡片更好用 那你在加油 高铁 Seven 全家 全联 麦当劳 星巴克 Uber East Fudomo 都是有 这个3%回馈 最高3.5%回馈 这样子 好 那还有什么 国内停车 跟指定钱包 Open钱包的部分 也都有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 年费的问题 首年免年费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就免除次年年费了 所以这个 算是 蛮友善的 最推荐 我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Cube卡的 iCache自动加值 有10%的回馈 国泰世华Cube卡 请你 记得申请的是 iCache功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这个iCache自动加值 可以拿到10%的回馈 记得 就是每一季 只要登录一次 有登到之后呢 你就不用再等了 可以每个月都拿到 200的OpenPoint点数回馈 10月1号到12月31号 有三个月的部分 每个人 每个月可以有 四次的自动加值 的这个额度 好 那就是一次是500嘛 四次的话就是2000 好 2000的10% 就是200点的OpenPoint点数 只要是用iCache可以拿来做消费 或者是缴费的都有 据发言国税 这个众所税 然后还有最近在缴的计价税 其实用这张卡片呢 都可以拿到回馈 提醒大家 这边我做了一个图 就是如果你要做iCache自动加值 请你放在他们小七白色的机台上面 它是用来感应iCache 悠悠卡跟e卡通的 这个才是对的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信用卡的机台 这就是 这就是错的 那就变成是刷信用卡了 那就不符合资格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再来 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 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呢 我已经帮大家做完计算了 你只要完成任务 最高可以拿到500回馈 这500回馈怎么来呢 我这边有简单做一个表格 你只要跟团申请Cube卡 那么银行在转发给你的一张Cube卡 或者是你主动跟他讲说 你不转发Cube卡 你还是可以拿300 所以最高就是500 但如果你是已经跟团 或者是本身就有Cube卡的人 那你就不适合 你就只有300而已 所以要最大化自己权益 就是你现在有一张 国泰世华的Costco联名卡 但是你没有申请Cube卡的人 非常欢迎你现在来跟团申请 跟团申请呢 它的规则很简单 2022年的10月1号 到2022年的12月31号 没有持有过Cube卡的人 可以来申请 找我们画面右手边的 这个Cube卡就可以上车了 你合卡之后呢 在30日内来刷一笔 一般消费 在全年刷888也可以 那登入Cube一次 它就会在2023年的2月份 回馈100点小数点到你帐上 这时候呢 你只要截图来回报 我们的系统 你就可以再拿到额外的 给你的100点积分 那你可以换小七100元 或者是Momo 100元红利金 那官方的这个300呢 就是你是Costco联名卡的会员 他转发一张Cube卡给你 或者是你跟他讲说 你不要转发 那么你在2月份到3月份 这段时间赶快去解任务 一样可以在符合资格后的 两个月内拿到300点的小数点 这样加起来最高就是有500元的回馈 那如果你是国泰世华的新户 你也没有办过Costco卡 现在有没有什么好康 当然有了 现在的好康呢 最高帮你算过了2100元的回馈 很简单 先讲讲新户手刷底 跟新户加玛利 新户手刷底就是 你现在呢 扫右边的QR Code 申请上车 接下来呢 你记得 一定要认刷3笔888元 包含在全年做的消费也可以 而且成功申请电子账单 就可以拿到500点的小数点 这500点小数点呢 它会在你完成任务的两个月之后 回馈到你的账上 那这边有一个新户加玛利1000点 这个比较难一点点 就是请你申请Mastercard的卡种 那么你在指定通路都有10%的回馈 比如说 Facebook Amazon 淘宝天猫PlayStation 然后任天堂 EA Steam Garena Apple 媒体服务 Google Play Spotify 跟Disney Plus 跟Netflix 这些通路的话呢 就是一些串流服务 你只要拿这张卡片来做扣款 那么1万块 可以拿到1000点的回馈 这个我个人觉得不错 它会在明年的2月左右 陆续回馈到你的账上 如果没有拿到 可以打电话问一下银行客服 所以最高1500回馈 可以入手 接下来呢 就是跟团礼了 现在只要在12月31号以前 来跟团上车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300点的小数点 你要解的任务就是 一笔一般消费888 然后登录CubeAPP一次 所以这个可以跟你前面的新护礼 就是一起解 只要认刷3笔888 申请电子账单 跟登录CubeAPP一次 你就可以拿到 推荐礼跟新护礼 两个都有 那一样是在明年2月的时候 回归到你账上 解图之后呢 来回报 明年2月来回报 我确认你符合资格 我就会送你300点积分 那你就可以换小七300元 或者是某某红利金300元 你这样兑换完之后呢 最高就是 2100元的回馈 总结一下好了 其实我觉得 国泰斯瓦这次还算是蛮有心的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 Costco卡呢 之后就不能够再好事多使用了 但是呢 它焕发了一张 我个人觉得 反而更好用的卡片 能够让你在11柱行各个通路来做消费都有3%或3.5%的点数回馈无上限 只要懂刷会刷的人呢 你可以累积到大量的点数 那这些点数拿来换里程 我们都知道现在现金票非常的贵 但是你点数去换机票 反而比较划算 所以现在等于一里都有0.4到0.45的这个价值 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也推荐给你参考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赶快分享给你身边 就是有在使用Costco联名卡的朋友 叫他们赶快来看一下这支影片 学习如何省钱 如何A好康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